現在就在這個Harvard的class room 裡面 這個就是professor robert kaplan the father of balance scorecard 九二年開始之後 整個制度就把整個管理的制度完全改變了 非常之厲害 其實整個課程 it's all about balance scorecard 作者就是這個 robert kaplan 就是剛剛看到professor 怎樣就是translate這個strategy into action 而balance scorecard 其實你講他就是講一個公司的時候 你怎樣定理你的strategy 你的vision 還有就是怎樣balance 就是從四方面去看 一就是從不只是看financial 怎樣賺錢 之餘的時候很重要就是看公司的process 流程怎樣能夠是一個很consistent的strategy 做法有什麼measurement 整體上公司的時候 customer他們的滿意程度 令到他們怎樣能夠滿意多些 customer refer rate 或者整體上customer的時候 他覺得他們的服務如何 還有很重要就是內部 就是learning and growth 我們這些人公司員工的時候 怎樣去學習呢 怎樣alignment 怎樣能夠engagement 怎樣能夠engage他們 這四樣東西都非常之重要 那最終的時候 那當然四樣東西做得好 錢就自然會賺得到 其實整個過程就好像起棟樓一樣 就好像現在起棟樓 那整棟樓的時候你想 他那個樣貌是什麼樣貌呢 那為什麼你要有個vision 之餘 那你的公司的話 你的financial 你打算是賺多少錢呢 那個財務回報是怎樣呢 那顧客角度的時候 又覺得你的公司是怎樣呢 他感覺你的產品又如何呢 那第三 你既然你要生產這些產品 你的process又怎樣去做法呢 還有一棟樓起出來 最重要的話 你有個vision financial customer之餘的process 是怎樣呢 最重要是個foundation 那個foundation 就是learning and growth learning and growth主要就是 在這些human resources的時候 你公司的culture也好 用人也好 training也好的時候 你找些什麼人回來呢 因為起棟樓一樣的時候 你不知道起什麼 你又怎知道你的foundation 你的地基怎樣做法 地基做得不好 就什麼樓都會淋下來 而整棟起樓的策略呢 就講的是整個什麼 的strategy 整體上整個strategy呢 就要去alignment 當然我講 比professor captain所講的內容差很遠 所以為什麼我整個星期 就在學這個balance scorecard的課程 遠遠呢 對日後起樓一樣 做公司有了vision意外 怎樣起發呢 怎樣balance corporate sustainability 長遠的持續性呢 有機會日後和大家分享更加多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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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